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示医疗费要上百万元 治疗成功的几率减一成多 再加上还要负担孩子的教育费 所以萌生放弃念头 而李嘉芬知道此事后便挺身而出 表示愿意帮忙筹措医药费用 詹江村还透露 证明政坛友人是一位女性 过去是政论节目的常客 其实她早在竞选前就已经病倒 却还向医院请假出来主持 是相当优秀的人才 无论是逻辑还是口才都难得一见 根据湛江村的线索 网友发现 离哀者正是唐惠林 于是纷纷到她的社交账号下表示关心 甚至提出捐款 对于网友的关心 当时的唐惠林发文回应 收到大家满满的祝福 感恩大家对自己的关心 并表示 自己目前积极就医中 健康逐渐恢复 也不需要募款 此外她也提到 服务处仍继续正常运作中 若是民众有任何需要服务的地方 她与服务团队都很乐意提供协助 文末更不忘提醒民众 现在疫情期间 请大家特别保重身体 祝大家一切顺利 其实在得知医疗费超过百万元时 唐惠林确实在受访时表示不医了 希望留点钱给自己的孩子 不过最后还是决定投入治疗 会成为侠女的她 也时常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心情 还曾发出孩子们的照片感叹 因为出来参选 所以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了很多 也对父母有许多亏欠 让人一窥侠女面具下脆弱的一面 直到后来 唐惠林被证实罹患疑脏IT三期 并传出事实的消息 她的服务处团队曾通过社交平台悼念 我们最敬爱的唐惠林议员 于2021年7月25日与世长辞 而她在病痛期间 仍挂心社会的未来百姓的不止 并要团队代为转达她 此生非常感谢大家对她的爱护与支持 维人母的她在生前曾表示 最不舍两名年幼的孩子 以及家中年迈的双亲 可见她除了致力于未名喉舌的服务外 此下相当看重家庭 为此多方募集500万元成立惠林子女教育基金 让她的子女未来能够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 顺利完成学业 也让她能够安心安息 唐惠林口条犀利思路清晰 这些年活跃于政坛 她在担任洪秀柱办公室 秦秀柱讲团的一员时 同时也是正论节目名嘴 常以犀利的用语让对手语色 如此作风让老板洪秀柱大力称赞 而常在政论节目上舍战寻雄 为人做事充满正义感与理念 让她赢得女侠战将等称号 据了解 她早前在参选时 曾分享与两个儿子抱在一起 中间还有个抱枕睡觉的照片 同时天文表示 出来参选 陪家人的时间少了很多 有次听到小儿子因为妈妈不在 只好要哥哥抱抱 顿时就感到一阵心酸 而她对父母的亏欠就更多 也感谢所有义工伙伴们的牺牲与付出 从事政治活动15年来 低调的她虽认真问证 但对于家庭生活也非常看重 而且嫌少让丈夫及小孩浮上台面 也不太有相关新闻 仅有在参选议员时 忙于在地方四处拜票 感慨参选导致陪家人时间变少 江启臣在追思会后接受访问 直言唐惠林的精神典范 儼然已是惠林精神 值得同事效法 以判以此精神为社会 为人民打拼奋斗 唐惠林去世之后 网友都对着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震惊 纷纷表示不舍之情 听闻下方瞬间涌入大量留言 哀悼声不断 有人说 绿霞助你一路走好 感谢你的付出贡献 也有人说 第一战将 你的奋战精神涌在我心中 更有人感叹 又漂亮又聪明 有优秀又有正义感的惠林议员 很怀念您在电视上的仗义直言 官方也是发文表达沉痛哀悼与不舍 在新闻稿中表示 唐惠林诊断恋爱后 努力对抗病痛之际 更持续不懈地对抗社会不公义 直至最后一刻仍心系社会大众 同时也对于失去正职的战将 伙伴感到万分不舍 将协助家属治伤事宜 同时也盘家属节哀 就在前不久 新北市副发言人蔡婉莹 民以侯家军致辞投入选战 而之后在黄兴华公开喊话后 黄兴华的父母 何志恩 唐敦顺 及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李昭 都曾出席立体 唐富还感慨地说 女儿病重时曾告诉他 智库中的同事黄兴华年轻 学识原博又有理想 很适合接棒他的意志 因此他会决定出来替黄站台 唐富也提到 心电这一席很重要 女儿不忍心这一席中断 并期待可以找到一个 有理想能够奋斗 年纪又轻的传承者 这才是社会最需要的 关于其他的竞争者 唐富表示 各自努力 年轻人已经断层 希望好的年轻人可以接班 才能让大家继续奋斗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听到唐惠林病逝 李明贤曾表示不舍又难过 并祝福最敬重的好友 一路好走 也透露唐惠林的一个小故事 只在2020大选投票前一晚 自己跟唐惠林一起上中天节目 看到一旁的唐惠林 手上挂着医院的住院手条 还联盟惊问怎么了 一旁唐惠林却不经意地说 是从医院偷溜出来的 而在录影广告空档 主治医师看到直播 还打电话来骂人 赶快回医院 那一刻 他们才知道唐惠林生重病 而且抱病也坚持为 自己的理想发声讲话 若说爱社会 谁能比得上唐惠林呢 李明贤接着表示 平日在书画间 他偶尔也会谈到 家里小朋友的烦恼教育问题 而谈到先生 眼角也会闪亮 那一刻 侠女也有柔情 无疑只是爱家 爱小朋友的好妈妈 李明贤说 他跟唐惠林认识 最早是从政论节目开始 后来工作 选民服务都有许多交集 而他就是做什么 都是勇望之前 全力以赴的侠女风格 回想当年 1971年出生的唐惠林 成长于军人家庭 背景特殊 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非常好 他平常对自己的要求 也非常严格 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出众 文化课在班级中 都是名列前茅 社会责任感也越来越强 随着成长 也越来越知道 自己想要干什么 高中毕业后 他以优异的成绩 靠进了美国圣塔克拉拉大学 而即使已经靠进了 这么好的学校 他对自己的要求人很高 在大学期间 继续刻苦学习 本科毕业后 他继续攻读硕士学位 秉承着努力 刻苦 认真的态度 并在最终顺利拿到了学位证 本想着那么优秀的他 一定会去找份安安稳稳的工作 拿份高工资 可他并没有 而是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 总想着自己如何能够为社会做出一些贡献 而且只要是对社会有利的活动 总是冲到前面 2006年 那个时候他才刚刚三十出头 却已经参加过各种活动 各种政治会议 即使遇到困难 也从来没有想过退缩 在这过去的十多年里 他越来越成熟 办事能力越来越强 考虑事情多面 其实2015年的时候 他曾参选过 但因为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很可惜地落选了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 幸好在2018年得到大众的认可 成功当选为议员 他参加战论节目 在电视上观点非常清晰明确 就是为了社会而发声 鼓励大家坚定地站出来 积极维护社会和谐 平时 他还经常在各种公开活动中游走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都积极地去宣传 因此 他的这些举动 也受到了很多人的信任 鼓舞了很多人 曾经有一段政治敏感时期 很多人根本就不愿意去谈论 甚至将这个话题避开 一直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 想到会影响很多后代 更会给儿童青少年 传达一种错误的观念 谭惠林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 终于勇敢地站了出来 一点也不会顾及 自己是否危险 参加各种电视台采访时 也是态度明确 欲言犀利 公开表示自己的态度 而且还要严厉打击 任何不良行为 他一直都非常友善 亲民 积极向上 敢于讲出人民的心声 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也许是持续不断地努力 也许是强有力地表达 唤醒了许多人的本质 鼓舞了 很多人一定要坚持 同时也收获了大批粉丝 将社会和谐的观点 传播至每一个人的心中 当时因为化疗 谭惠林的头发日益脱落 但是在镜头面前 还依然向所有人 展现一副乐观向上的态度 依然充满活力 直至今日 侠女虽已不在 但那份侠义精神 一直留损在人们心间 而唐惠林当年的所作所为 也将影响深远 最后 祝福这个社会 能如唐惠林期待的那般 变得越来越好 也希望民众的生活 越来越幸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 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